那么在波士顿的爆炸案中呢 有中国学生不幸遇难和受伤 这些天来在波士顿大学的留学生们 可以说竭尽所能 来纪念受难者 照顾伤者 同时也互相的支持 他们已经渐渐的 从恐惧不安和震惊当中走了出来 他们也说 希望可以得到媒体 和大家的理解与支持 4月15日下午 爆炸案发生前10秒钟 波士顿大学留学生曹越 正走向波士顿马拉松终点县 准备去观赛 离终点县大概还有200米的时候呢 然后就看到一团白烟先升起来 然后是就听到爆炸声 然后没过多久 又看到一团白烟又升起来了 然后又是成爆炸声 所以我当时没想那是一爆炸 我当时还想的是什么 是不是有人在前面庆祝 爆炸案发生后 曹越一直在试图联系 他当时正在终点县的朋友 但是现场的手机信号被切断了 当天晚上 还有许多中国留学生 像曹越一样 在焦急地寻找 他们在爆炸案中失踪的朋友 其中包括一名中国留学生 吕令子的室友 请大家帮我找找我室友 他叫吕令子 到现在也没回家 我也一直联系不上他 所有人都很担心 同时 波士顿大学中国学生学者联谊会 也集结各方力量 努力寻找失踪的中国留学生 知道有两个女生失踪 是当天早上知道的 然后但是另外一个女生 前景已经很快就找到了 因为还剩另外一个 这个已经去世了的同学 所以学生会就派了一个 一组人出去 在波士顿附近的所有的医院 一家一家的查 看到有没有在事发当天 送给医院的亚裔的女生 但是找了所有的医院 大概跑了六家左右 都没有回音 和吕令子一同前往 马拉松关赛的中国留学生 周丹宁在爆炸中受了重伤 被送往波士顿当地医院抢救 她醒来后 第一时间写了一张纸条 递给周围的人 上面写着几行字 找到吕令子 她或许可能去世了 吕同学的室友在微博中写道 周同学已经醒了 听她开心 但是她说令子当时 没有和她在一起 令子你到底在哪里 别怕 我们一定很快就能找到你 学生会的同学们 接到波士顿医疗中心的电话 去辨认正在手术的伤者 但那个人并不是吕同学 然后他们又接到了 波士顿法医方面的电话 消息加在一起 都让大家心情特别沉重了 但那个时候 所有人都觉得 也不要放弃 周围的朋友 为了稳定刚做完手术的 周丹宁的情绪 都瞒着她吕同学去世的消息 我们不想让她受到影响 就是跟她的朋友也说 就把她的手机都收 然后不要让她知道 外界的那些消息 同在波士顿大学留学的学生 王浩也是周丹林的朋友 在我们采访她的时候 她正走在去医院 看望周丹林的路上 其实我是第一次去看她了 但是她那几个朋友 几乎是每天都在那边陪她的 不过她现在心情已经好很多了 因为有很多朋友在她身边 她是胃部受伤 然后就是不能 现在最新的也不能进食 然后也不能多说话 所以我们就可能 只能在边上看看 然后跟她打声招呼 在事发的第二天 当得到波士顿大学的允许后 中国留学生曹岳和 波士顿大学学生学者联姻会的同学们 立刻开始筹备纪念吕令子的活动 和为周丹林祈福的活动 第一个活动的筹备 只用了两个小时 大家就做出了海报 确定了场地 在海外的留学生 大多是20岁左右 在听到爆炸消息后 留学生圈里的第一个倡议 就是赶紧给远在国内的父母 报一声平安 让他们不要担心 对于针对留学生的一些负面信息 留学生们希望大家 给予他们更多的理解和支持 你就可以让他们想象成 自己的孩子 如果没有在美国 没有在英国 没有在其他国家 是去了一个 另外的一个城市读书 在那个城市里面 本来是开开心心的上学 然后参加了一个 非常好的一个活动 但是不幸遇难了 你是不是会着急 他的朋友是不是会伤心 所有这种上升到生命的问题 都是平等的 没有什么留学生 他们离父母更远 他们更需要爱护 他们更需要人的关心 当地时间周四晚上七点 遇难者的同学和朋友们 将举办一个集会活动 纪念逝去的朋友 彼此传递互相支持的力量 博士顿大学做出决定 将用校友及社会的捐款 建立一个 以吕令子同学命名的奖学金 来纪念他 VOA卫视 曾小英 郭迪 金刀 华盛顿报道